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是如何管理头发的 因为我的头发烫染次数比较多 差不多三个月左右的话就会去烫一次或者是剪一次 加上我发量也不是很多比较细软 而且还是短发 所以呢我就会比较注重头发一些塌扁和干燥的问题 时间长了也累积了一些经验 从洗头发护发再到吹干造型 其实每一步都有很多小细节需要注意 干货很多大家可以慢慢收藏观看 首先就是洗头皮 其实我们头皮每天都在分泌一些汗液或者是油脂 所以洗头的时候头皮的清洁非常重要 洗头发的时候很多人会喜欢用比较热的水 热水容易刺激头皮的毛囊收缩 反而不利于清洁无垢 使用温水才能达到最好的清洁效果 洗头发的时候有人喜欢倒着洗 有人喜欢站着洗 其实正确的方式应该是站着洗 因为倒着洗不容易照顾到头顶部分的头皮 而且日积月累的话容易长颈纹和抬头纹 第二步就是涂抹洗发水 洗发水的选择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对应的产品 如果你和我的需求相同 也是那种发丝比较偏干 头顶容易扁塌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次使用的这个多芬的日本进口绞沙碗洗发水 所以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个绞沙碗洗发水 还是在日本旅游的时候 以为是当地很火热的款嘛 当时觉得它太大瓶了 不是很好地带 现在的话在国内的屈城市就可以买到了 如果想要头发蓬松 最好是用无归油的洗发水 但是无归油的洗发水通常都有一个毛病 就是发根很蓬松 但是发丝就很干 尤其是对我这种比较细软的干枯发质来说 不是特别优好 多芬这款的话不仅是无归油的 它里面还添加了保湿的绞沙碗成分 很多朋友应该有用过这个保湿护肤的绞沙碗油 它对于皮肤的一些卡粉啊 干燥的问题还挺有效的 绞沙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头发调理剂 特别是像我这种就是经常烫染 对于发烧部分可以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 清洗的时候要在手上充分起泡之后 再抹到头皮上 这个还是挺容易起泡的 它的泡沫非常的丰厚 这样把打好的泡沫分区涂抹均匀 然后用你的手指 肚而不是手指甲 轻轻的按摩头皮 能够更好的打开毛孔彻底清洁 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好了 但是大家注意 发色清洁不可以随便的搓揉 还是要顺着它的方向把泡沫弄下去 随便乱搓揉会让毛鳞片损伤 头发会变得更干 受损程度也会加重 接着就是涂护发素了 我用的是多分配套的这个护发素 它和洗发水的主要成分一样 同样是含有这种保湿修复的角砂丸 用它可以代替发膜保湿效果挺不错的 把头发上的水尽量挤干 然后在发尾的部分涂上护发素 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 可以带一个那种塑料的浴帽 这样可以让头发短时间内升温 护发素吸收的效果会更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吹头的部分 像我这种短发 这一步做的好的话 可以省去二次造型的时间 第一步就是我毛巾充分的挤压 这样头发上面的水分 不要这个样子来回的搓 第二步就用吹风机中档的温度来吹头皮 这个温度一定要是中档的 因为高温的话会刺激头皮过分的分泌油脂 这样头就白洗了 头发吹干之后 把头发这样子分区分层的来吹干发丝 你的分层和分区越多的话 头发的整个蓬松度和空气感会更好一些 在发根的地方用这种圆筒的梳子稍微垫一下 让它开始吹 我的这个卷筒它的指数没有那么密 所以抓发能力的话不是特别优秀 如果说你想要更追求那种造型感 可以去买那种更密的梳子 它抓发能力会更好 最外层的头发也是从发根开始 如果说你头发长一点的话 可以这样往外转一圈把它吹干 这样头发整体亮感看起来更轻更有空气感 第四步把吹风机调到冷风档 整体你再吹一遍发尾给它定型 这样可以帮助刚才张开的毛铃片收缩 洗护的成果就不会因为吹头发被破坏了 这样子的一个流程下来呢 也不需要用到卷发棒什么的 就得看到这个头发非常的自然蓬松 很有空气感 而且然后就是很有层次 不会特别死板的那种 因为它是吹出来的 所以维持的时间也会比较久一点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我的发烧 还是很柔顺又光泽感的 最后我会在评论区给我收藏硬币的朋友当中呢 抽五味送出这个多芬超高颜值的 小沙丸洗护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